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最简好物,我是Azon 在上一期的视频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了来自博雅的型号为BYDM1的一款针对苹果阵营的Lightning接口的顶驾麦克风 那么在这一期为大家带来它的兄弟产品 同样是来自博雅的型号为BYDM2专门针对安卓阵营所推出的一款产品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先开箱看看 包装的和BYDM1是类似的 然后里面有一个收纳盒,收纳盒当中就是主要的产品 另外还有一个说明书 那么这就是产品的主体部分了 几乎就是和BYDM1是同样大小的麦克风,同样精致的领夹 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们的接口是不同的 那么这款产品的实际使用效果如何呢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实际的测评 那么我们这次选取华为的P20 Pro作为测试工具 同样这款BYDM2也是不需要额外供电的 所以即差即用 把它连接到手机的Type-C接口处 就可以进行声音的录制 我们还是使用手机内置的录音软件型录制 模仿日常的使用场景 我把它加在这个领口的位置 那么我们启动一下这个录音软件 那么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博雅的BYDM2 这款领夹式麦克风实际的使用效果 我现在使用的摄像机是佳能的G7X Mark II 离我的距离大概有一米的距离 那么为了比较摄像机内置的麦克风和领夹式麦克风收音的区别 我把领夹式麦克风加在这个摄像机的旁边 加在摄像机上面 所以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领夹式麦克风 离我有一米距离的情况下 和摄像机内置麦克风处在同一个位置 来识取声音的一个实际使用效果体验 所以现在这一边是佳能的G7X Mark II的声音 那么这一边你听到的声音是来自博雅的BYDM2 那么他们离我的距离都是一米左右 所以你应该可以清晰的比较出这两款产品的差别了吧 OK那接下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款产品在室内嘈杂的环境下收音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么为了模拟嘈杂环境 我用头上的这个音箱来播放一部美剧 那我们把音量调到50%的效果 那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是 佳能的G7X Mark II的内置的麦克风 收取的嘈杂环境下的一个声音的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同样把麦克风放在相机上面 那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来自这款博雅的BYDM2领夹式麦克风 在离我一米距离的情况下嘈杂的室内环境中收音的实际效果 那考虑到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把这个领夹式麦克风放在领口的位置来用 所以我现在模拟一下另外一个使用场景 那你现在听到的声音就是博雅BYDM2这款产品 放在领口位置下在室内嘈杂环境下的一个收音的情况 那你一定能够清晰的比较出这款产品收音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那通过以上的实际效果使用测试呢 你一定会发现不论是上一期我们评测的BYDM1还是这一期我们拿到的BYDM2 这两款产品较上一代产品都有了质的飞跃 那无论从产品的细节还是从产品的收音质量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可以说博雅真的是一个以性价比高性价比主打的一个品牌 在我看来呢这两款产品非常适合以手机移动设备作为主要拍摄器材的这样的用户 比如说你是视频主播或者是Vlogger 或者是你做一些简单的采访类的节目 这两款产品都非常的实用 如果你对这两款产品有任何的疑问或问题的话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